我们把导线本身的电流 外在的磁场 以及导线所受的磁力 这三者之间 我们用右手 拇指 四指 跟掌心 这三个来类比他们的方向 这个我们称为安培右手开掌定则 而安排右手开掌定则 我们是说 把四指指向磁场方向 所以四指的方向 这个就是磁场方向 拇指的方向 就是电流的方向 掌心就是受磁力的方向 所以以这个图而言 电流从正极出来 于是往下流 底下这根导线 电流是由左向右的方向 可磁场n到s 所以磁场是从右向左 磁场是向左的方向 所以四指指向左边 电流是往里面的方向 所以拇指垂直直向里面 这时候掌心会是垂直向上 所以受力就垂直向上了 我们来看这个图形 当我上面是n级 底下是s级 所以磁场 这个是n到s 磁场是向下 所以磁场向下 按照安培右手开掌定则 四指垂直直向下 电流是从正极出来 所以假设I现在电流方向画给你了 所以流下来 从外面流到里面 所以四指向下 可是拇指要垂直直向里面 所以这时候你的四指向下 拇指垂直向里面 你发现你发现你的掌心是向左边的方向 所以这里会射到一个向左边的磁力 所以它会往左边摆动 反过来 如果这边上面n级底下s级 磁场是向下的方向 磁场往下 四指往下 可是电流从里面这边流下来 从里面流到外面来 所以电流是向外流出来 所以四指向下 拇指顺着这电流方向 拇指指向前面的地方 这时候你发现你的掌心是向右边 所以表示它射到一个向右边的磁力 所以这个电路它就像个鞦韆一样 刚刚这个电路受的磁力是向左边 现在这个电路像个鞦韆又摆过来向右边了 所以如果像这个图形 我现在电流往下流 这个是电流方向 电流I 于是电流从外面流到里面 可是现在磁场底下这里是n 所以这个图磁场是向上 所以磁场向上 四指垂直指向上 四向上 可是电流是从前面下来流进去 所以拇指指向里面 四指向上 拇指指向里面 你的掌心是往右边 所以这个受磁力是向右的磁力 所以你照着图形 四根手指头还有拇指顺着我们要求的方向 你就可以比出我们想要的方向了 像这个图 磁场底下是n 所以上面是s 磁场n到s 磁场是向上 所以四指垂直指向上 可是电流从正极出来 从里面流到外面 所以电流I是从内到外 所以四指向上 拇指指出来 所以掌心会往左边 所以这时候 这个导线 它受力是向左 所以会受到向左边的磁力 所以会往外摆动 这是这四个图形 有关于电流跟磁场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在讲电流的时候 只要讲电流 一定是指正电荷的流动 所以如果是负电荷 记得就把它反过来 负电荷就是电子流 负电荷的流动是电流的反方向 所以如果负电荷向下 就表示电流是向上 这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图形